迎接2022 基隆金斯堂举办岁末祝福 场外人气沸腾 每一区都有志工热情招呼民众 林慧元去年5月接受慈祭纾困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慈祭活动 5月 然后你们大家这么的帮忙 我们然后躲过这个 远离这个疫情的感染 我觉得 你们真的贡献很大 受疫情影响 素食推广取消了菜肴的试吃 志工改以照片呈现 也吸引不少家庭主妇 跃跃欲试 正好快过年了 有在想要煮一些 在研究一些素食的一些年菜 看到就是很多素食的一些食谱 那其实它的色泽也很鲜艳 然后其实会让我有想要去尝试 热络的人气 延伸到了场内 民众透过大葬金影片 了解去年一整年 全球慈祭人爱的足迹 触动新鲜 像我们里面的话 它屋倒塌了 由我们慈祭来修缮 你看你们修缮以后 他住了就安心了 我说人家慈祭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我今天不然在忙 我也是会过来 我有看西平他们的工作那么认真 也去的地方不安全的 但是有那个爱的力量去服务 把这个爱跟其他的人分享 所以我非常感动 新灯燃起时刻 众人虔诚祈愿 让爱的能量汇聚 新的一年平安吉祥 大约新闻 真慎美志工 基隆综合报道